嘿嘿大家好欢迎回来偷闲食堂 在这个中秋节快来临的时候 你是不是想到有一个美食一定要吃呢 那就是月饼 今年很特很幸运的就是 我家里送了一个排队要排很久的 一个月饼呢 就在这个怡保的淋浴食品 这家呢他是一个饼家 然后他在普通的时候呢 也是一个很出名的就是他很常有做一些 这种喜庆的那个礼饼 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花生饼 陈先生过来排花生糖 排了一小时了 不过今天我们不说其他的饼 我们只说他的夜饼 我们来试试看开箱 不管外面疫情多么严重 都挡不住人家对这家饼家的喜爱 尤其是在中秋节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来这里买中秋月饼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路上是排满了 这街边呢都是排满满的这个 买家呢 是等着他们热烘烘的月饼出炉 然后每个人都在等着排队进去买月饼 而且呢不只是今年哦 他是很久很久以来呢 都有很多那种医保人 当地人 还有就是啊 其他州属的朋友 都会文明而来 在这里 就是为了等他的月饼出炉 买了回家去吃吃 他的这个美味的月饼 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妙方呢 话不多说 现在我们来看看 他的这个月饼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妙方呢 他要是说他什么神奇的妙方呢 他健康长的温柔和莫高lie饼 跟中国饼 将军筊带来 朱雅 嗯,來 這樣,什麼感覺? 很好吃,皮包 剝 剝那個餡 嗯,這個不會很甜 嗯,收工做 收工了 嗯,好喝 這個是蛋黃 所以它這邊有蛋黃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這邊是有那個煉油 還有就是它的那個杏仁片 在這邊一片一片 有杏仁,然後有蛋黃 嗯,吸起來很香 嗯 它可以做到就是 不甜,而且 不油膩 我們最怕就是吃到那種 葉餅是那種 很甜的很甜的 上面可能它會茶一些比較油 吃起來很油膩 它這個,它下的這個鍋鍋就是 做的 啊,不甜 而且 啊 不油膩 然後吃起來呢 因為它有鹹蛋 所以就帶有一些鹹味 所以,哎,吃起來 還蠻可以配合的 很融合在一起 就甜甜,鹹鹹 然後 吃起來,哎呦,剛剛好 然後再加上它這個杏仁片呢 吃起來還有一個口感就是 會有一點脆脆的 如果你是喜歡吃做 手工月餅呢 哎,這個我會推薦給你們